早安 今天是2024年9月25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这些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关同征券研究部的投资经理方泽桥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Kevin 今天大事有什么焦点? 内地出了一个组合拳 三招组合拳究竟是开截还是未升 今天跟大家谈讨一下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下载香港经济博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了 道指、标指和金价都是在创新高 美国消费者信心急跌 创出三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市场进一步憧憬 11月会再减息半厘 道指高开110点之后曾经倒跌 收市升幅是83点 收报是42208点 升幅0.2%左右 标指上升0.3% 收报5732点 纳指升0.6% 收报18074点 人民银行推出组合权措施去设的经济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急升9% 冲下四个月以来的新高 欧洲股市做好 法国股市升超过1% 奢侈品牌股份有反弹 招点股份方面 Tesla连升两个交易日 上日再升超过1% Meta创新高后有一个回套 NVIDIA上升4% 英特尔再升超过1% 一起看看二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界方网股ADR 普遍比本港上日收市再升 美团比本港收市高出6% 折合超过148元 阿里巴巴的ADR急升7% 比本港收市高挨近3% 腾讯音乐昨晚急升1% 富途和拼多多升幅都是超过1% 看区外围方面 看看外围最新的情况 普遍都是向上的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升17点 首乙综合指数升7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8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向下跌7点 适合普通股指数升8点 跟大家跟进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现在最新是升超过700点 如果以黑企的点数来看 就是升穿了今年的高位 稍后再会跟大家跟进 现在和Calvin谈谈谈外围市况 美国昨天公布了9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最新数据是98.7 市场原本预期是104 最新数据也比市场预期低 而且8月份的数据也是105流上的 所以看到最新的数据是低过预期 亦是低过8月份的数据 这个跌幅其实是三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但现在美国又回到坏消息当好消息炒的情况 即是看到数据差或数据月差 市场预期美国联储局大手减息的机会 会再次升温 股市就向上 最新看到预期11月减半厘的预期 就是持续上升 到12月那次 仍然主流就是预期减4分1厘佔上风 不过预期在12月到减多半厘的预期 其实又在升温 在激进减息的背景之下 美股就升温了 你如何预视美股的走势呢? 纳指会不会追落后跑人大使呢? 之前说的就是在2024年全年 美国减息有机会是100点指 11月就会减多25点指 12月也会减多25点指 但现在的情况之下有点改变 有机会减多125点指 所以看到昨天继续 刀子也破顶了 升了不是多 升了83点 回到42208点 但你看到纳指就升了18点 相对来说它是有点落后的 也未升穿之前的高位 18671点 这个新高 我觉得还要多一点时间 其实相对来说 一些芯片股仍然落后于大市 其实之前来说 NVIDIA 英伟达 其实曾经做过140元 但是升到这个时候 其实都是大约121元左右 昨天仍然有3-4%的一个升幅 为什么会无端的升上去呢? 主要的原因不是他的基本因素有所改变的 只是他的大股东 黄仁芬 沽完他手上的一些 完成了他手轮的一些 沽售的一个 情况 看到昨天总共沽了70亿美元 所以看到沽完他之后 市场也消化了相关的消息 令到昨天升了4% 我相信今年 先说回大线 说回美国的故事 我觉得暂时来说 美国仍然是走势 都会向好的 但是你看到那个减息 我觉得有机会 在11月有机会 真的会减多半厘的 在12月 我觉得有机会减多25点 总共125点是不出奇的 仍然是平稳向上 所以暂时 未有一个下跌的风险 和危机在 相对港股 真的有机会 通声西国 这个情况出现 资金看到昨天都回流回到香港 稍后再说一说 暂时美国的风险 即美国的风险 就不会是很大 是的 好这样 我们看看 上日港股的情况 Kelvin很期待 跟大家分析 好 先看看 第四 恒指昨天急升700点 重上19000点水平 是四个月以来的高位 内地推出组合权 旧经济和楼市 中港股市是认升上升的 恒指昨天高开超过300点 进一步向上 收市升753点 收报19000点 升幅4.1% 国子升5% 收报6714点 科子升近6% 收报3915点 成交2,423亿 是2022年5月以来最大的成交 港股急升 但就看到北水 錄得正流出 昨天的金额有43亿 1000万 主要沽售是指数ETF 阿里巴巴继续有 北水正流入 昨天有30亿 港交所 昨天急升7% 有11亿 北水正流入 明创优品的股价急跌两成 但就有1亿6千万的北水正流入 盈赋基金有36亿的北水正流出 美团和腾讯就继续有北水正出 昨天中央推出了组合权构市 分三大方面 我们稍后会和大家详细逐个Sector去分析 很简单地说 第一个是最传统的减息降准 第二个是减少传量房贷利率 和首期比例 第三就是推出一些措施 鼓励企业向银行借钱 借钱回来做什么呢 就是回购股份 提升公司的价值 这几个方向 我们稍后会逐个分析 就是什么股份会受惠 先讲大事 昨天急升700点 到19,000点 四个月的位 距离5月的位 19,706点 其实差700点 现在暂时看到黑期是升穿了 稍后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短期来说 气氛都利好 上日有两年多以来最大的成交 第三 内地股市都受到大动 第四就是今早看到 离岸人民币会价 继续强势 升穿了七算的水平 政策上 第一就是出了招 第二 其实 官员留了一条尾巴 令大家继续有憧憬 譬如人行行长潘工胜就说 减存款准备金率 他说可以进一步下调 大家预期去到第四季 有机会再减0.25 是0.5个百分点 至于一会儿会详细谈 互换便利 即是 给一些企业借钱 回来 或者拿现有的投资 拿到银行 做抵押 然后再借钱的背景 他就说 只要事情做得好 未来可以 再5千亿 或者第3个5千亿 我们是开放的 这一句就留了一个很大的尾巴 即是觉得这次不是一个 one off的措施 预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港股可以上网多少点 以及这个上网多少点 是多久能够达到 要等到年尾 还是下个星期 即是11黄金周 内地休市之前 就已经可以去到 其实现在 我们说回今年的顶位 大概19706 其实 今天来说 已经差不多 到了这个位置了 现在大概 升了大概700点左右 所以来说 到了这些位置 都差不多 港股 我觉得昨天这么大的成交 是不是真的流向 真的有资金进入 香港那边 你看到在内地那边 其实看到 不税在减 那些钱 成交 真的有超过 1000亿的资金 涌入香港那边 所以在这么大的 是一个成交量 以及昨天 也算是最高位的收市 就算 你看到收市之后 其实 都升到 4点半 资约才停 我记得 至少升到 好像 之前的期指 都升到900点左右 在收市之后 所以在 这么大的资金 涌入情况之下 港股今天 升多数百点 绝对不出奇 我觉得 至少 港股是会升到 20,000点 这个水平 那升到什么时候呢 我会不会发生的 我会不会给大家看 我也不会发生了 我会不会发生的